是政府做多的跡象很明顯 那麼投資人當然就會期待了 展望11月即將到來了 準備要發動攻勢的潛力股 可能會有哪一些嗎 好我想其實就整個台股 在最近的這個結構面來看 當然最明顯我們可以看到 是金融類股的一個領工 但是因為金融類股 這是屬於一個政策的一個方向指標 你要去做一個選股跟股的話 也是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就整個電子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還是持續的看多 在整個平蓋股的部分 在這個iPhone 6的這整個 iPhone 6跟iPhone 6 Plus的這個 這個供貨比已經調整成 5比5的一個情況之下 相對來說在鴻海 獨家組裝iPhone 6 Plus的 這些供應鏈廠商 以鴻海為主 就會受到一個比較 相對大的一個激勵 那麼接下來在中國 中概內需股的部分 包含在食品類股的一個大城 我們還是持續看好 在接下來農曆年前將至的 一個拉貨潮的一個效應 那麼在整個第四季 這個中國大陸也持續的 向國內放款去做多 整個基礎建設的部分 所以在整個相關類股的族群 在基礎建設的部分 基本金屬的滑信力滑 在電線電纜的部分 另外在整個 中國大陸的一個房地產的一個投資 也都有明顯一個獲利展望 那麼帶動了它的整個第三季營收 向上總共前三季的營收 是來到0.59 所以在接下來的航行中 我們還是持續看好 另外就是在航海的部分 其實在陽明跟這個中飛航的部分 是一個所謂的上下的一個產業關係 那麼在陽明接下來 這整個運價上面 有往上調整的一個同時 也會更加的暢望 它第四季的一個營收表現狀況 那麼相對來講 中飛航的這個運價的調升 也是有帶動了整個貨運承染業的一個 景氣向上一個行情 所以在整個航海的部分 我們還是持續看好 在陽明的部分 甚至在中飛航 在今天的表現也都相當不錯 都是投資品 在接下來股 趁著大盤在震盪 或甚至拉回的時候 可以注意的表弟 電子股看平概 那麼中概內需就看食品跟基建 那麼航運股也可以好好留意 謝謝分析師幫我們做的分析了